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前一段前面的一个月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都在宣传新专辑 所以每天都跟同事在一块也不需要用电话 就刚好我给自己买了个闹钟 所以现在更用不着了 哎呦你知道这个超女就人们两粉对超女的 我觉得这种呵护那是一般明星没法比的 我昨天看到你去青岛 就是有一个粉丝给他拍照片 他可能刚下飞机有点累 反正很少笑 就拍下几张照片 你知道底下人他会说什么呢 底下说哎呀这丫头累了 真心疼 你要换了别人 可能就说这耍大牌啊怎么的 但是而且拍照片的那个人 他能到什么程度 说亮影啊 我是看到你戴了一个墨镜 所以我才打闪光灯给你照相 如果你没戴墨镜 我是绝不会敢给你照相 怕闪着你的眼睛 你说这到什么程度 对他们都知道我眼睛做过手术 比较就是看那种光啊 可能过一会儿 我看强光看久了 过一会儿我看其他的地方 就会有什么光圈啊 或者一些花的东西 会比较那个 以后再再过一两年 应该就没问题了 听说最近去香港 还有人送你个什么翅膀 给我们讲讲那个段 不是最近是有一点久了 以前一个一个发布会上面 头一天排练的时候 他们就安排说给我戴一个翅膀 然后我觉得挺不习惯的 第二天就大家说了很久 到底是戴这个翅膀还是不戴 就最终说来说去 说到其他的东西去了 然后突然有人一催就忘了 直接就上台了 就没有戴那个翅膀 关键有一个香港的凉饭 当时是在深圳 那个香港凉饭说 后来下来他问我说 哎亮银你的气旁呢 气旁 对对对对 怎么没有戴昨天 你戴的那个翅膀 然后旁边一个北京的凉饭 就听差了 什么蹄膀 这语言 你说现在人家这个 就是年轻人新生代 他用的语言 我昨天还看见一段 他写的博客 昨天俺城坐地 灰机与下午五点的样子 降落在北京机场 俺那个兴魂呢 你给我们念两句 看看这个挺好玩 其实我打这个字的时候 我都一边在写 一边在笑 对啊对啊你跟我们学学 昨天俺乘坐地灰机 于下午五点的样子 准确地降落在了北京机场 俺那个新婚的 经过一个月的米国之行 俺终于飞来扭 大家有米相安呢 挺好挺好 他这个事啊说的是 他刚退美国 是你平生第一回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对 在美国录了几首英文歌 对录了三首英文歌 你对美国这个音乐界 这个唱片界这一趟去 有什么印象 特别深刻的体会 其实我去录音的话 我觉得这是次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话 我是想了解一下 大家聊天当中 知道就是个人对音乐的看法 或者有什么想法 一些不同的理解 我想知道是不是跟我想的 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同样的 对一些歌手的看法 或者对一些曲风上面 现在的发展方向的看法 或者说对一些 就是一些歌里面 他的配器 或者说他歌手演唱的方式 或者放在不同的时代 会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放在什么时候是最好的 什么时候又过了 什么时候又比较新鲜那种 因为美国的音乐 它的原创性特别强 大陆的流行音乐 包括一些音乐 很多还是有模仿的痕迹 就是要跟着美国走 实际上我觉得去美国 其实我也去过很多的 美国大的唱片公司 对 我发现他们在里面 做很多试验 他们大的唱片公司 有音响的试验室 所以他会在很多配器上 采用一些那种非常独特的音色 然后跟那种和声的那种配合 是 你像有一个当年有一个乐队 叫平克弗洛伊德 拼弗洛伊 我就看到他真是做声音的实验 就甚至就超出了音乐的范畴 我觉得我看他们那个现场演唱会的 但我是看的DVD 最让我觉得他演唱会上面那种气氛 就让人觉得很特别 就是三个乐手坐在那里打扑克 然后中间摆了一瓶黑牌 这样的 对 唱到中间背景音乐还在 然后三个人在那打扑克 打一会再过去唱 让我觉得太奇怪 但是就说在他们还 就在坐在这里打扑克的时候 但那个音乐还在 那台下的观众不会觉得说 他们去打扑克 他们会觉得还在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 这个氛围里 就说即使他们做什么事情 也不会破坏到这个音乐的效果 不会破坏到现场的气氛 说不定他们还觉得这是一个 创意 就像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秀吧 一个雪月头之类的 是是是 真是 就长了很多见识 不过呢 我倒是觉得就何导你刚才说的 这个模仿 你知道关于超女的这个唱歌 一直也有这么一种观点 就当时比赛的时候 唱的是已经成名的经典的这个歌 人家说张亮颖 为什么唱得好呢 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这个歌已经大歌星演绎过 其实每一个人唱歌 一定是从模仿开始的 是 练武术都是这样 你得先把招式学会了 你才能见招拆招 对啊 但是现在到了真的要打市场的时候了 就得有自己的这个曲风和风格 就得自己去组合你之前学到的招式了 要建立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这个时候会觉得痛苦吗 不会 其实你我觉得还是属于享受演出的 享受那个音乐过程的那种 对 其实现在的工作演出的比例挺少的 唱歌的比例 基本上就像我们三个线在这里 这样一些谈话的节目 然后电台电视台的谈话 还有像做一些娱乐活动啊 做游戏啊 一些搞笑环节啊 因为我也蛮享受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属于 比较爱开玩笑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在我的工作里面的话 我更喜欢的事占的比例多一点 唱歌 唱歌 其实我挺关心就是他们这种 就是一夜或者说是一年之内 就能够火遍全国甚至亚洲的很多的其他的 有华人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生活 我想一定是突然就被改变了 对 就是改变以后 我觉得肯定会失去很多 很多原来你你觉得你很喜欢的东西 但是现在你不能那么随意去去做 不能随便上去玩街头吃火锅了 对 所以想听你这样一讲的 我昨晚上才给自己做了一顿火锅 自己给自己能做火锅呢 对 然后买了一次机会去炖汤 然后做了一顿火锅 今天早上就用鸡汤煮的饭 自己给自己做吗 对啊 哎呦天呐 昨天就是切那个鸡骨头割的 这也是你的一个生活乐趣 对 我很喜欢做吃的 因为可能我自己比较贪吃一点 是是是 成都女孩都爱吃 对 比较爱吃的那种 但是 就是说以前的话 我就老上菜市场去逛 没事 逛逛就像一老太太一样的生活方式 下午没事 没事的时候 或者晚一点 就跑到菜市场去逛 买点什么简单的东西回家 我妈有空就她做饭 我有空就我做饭那样 现在不能了 现在我妈在成都嘛 我长期在北京 然后基本上 今天是我在北京第三次开火吧 第三次做饭 对 来到北京之后第三次 其实我在刚刚到北京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 就是调料之类的 准备的相当的齐全 但是一直就 没有用武之地 我是觉得 他说的这个还是表面的变化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 两个世界嘛 一下跳到一个新世界里 更重要的可能内心的很多变化 咱们广告之后 请亮影接着跟我们聊聊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一说娱乐圈啊 就是酸甜苦辣 我不知道这一年多以来 你有没有什么酸甜苦辣 有啊 就是 就像我刚说的 我本来以为唱歌 歌手就是每天工作 就是唱歌嘛 对啊 其实以前我看电视的时间 蛮少的 偶尔懒得 难得一回看到的时候 就看 只要是歌手的话 应该要么是什么演出 演唱会啊 或者是什么歌友会之类的图像 就没想要 就是说真正当歌手之后 唱歌反而是占很少的时间的比例 然后 这是悲剧 现在这社会就是这样 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啊 是一下子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下啊 你像你还这么年轻 我觉得特别就带人处事这方面 是不是觉得特别难适应 是 就是一开始他们告诉我 就特别是一些公众场合啊 他们会告诉我 哎 那个是谁 是谁 那个是谁 那个是谁 因为我以前看电视很少 我可能很多都不认识 嗯 但是我脑子里就记不住 经常会走到面前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别人 会直接问你贵姓啊 反正这句话就比较伤人了 别人会觉得 哎 我是很著名的 是谁 你为什么会不认识我 你是在故意在求我 还是怎么怎么着 求不起我吧 对对对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有的时候 我都不大好意思 开口去跟别人说话 因为我记不住 好多明星你都记不住吗 我很多都不认识 嗯 真的 就像是修道院里出来了 因为比赛时候 就是一帮女孩录东西 大家在看杂志 杂志上面 他们说啊 这个人好帅好帅 怎么怎么样 我就很重要 我就问了一句 那个是谁啊 他们就一群人过来要贬我 哎呦 真是 是Rin嘛 因为因为说 觉得觉得好像年轻人 这一段应该没有人 不知道这个人 对 但我确实就不知道 Rin你都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真不知道 我也是上个礼拜才知道 不是 哎呀 你说这个事 倒让我有一个感想 你知道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 就好比说 当年没干这一行的时候 就默默无闻一个人嘛 那么会觉得有些人 像刘德华呀 好像周杰伦呢 会觉得他们是明星 我觉得望尘莫及 他们离我很远 对我觉得那种时候 我从来就没想过 我以后会成为歌手 所以我也从来就没有 关心过这个行业 对 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 后来做了这一行 然后呢 比如说有机会 跟他们同台演出 甚至有机会 跟有些过去仰慕的人啊 这个像朋友一样交谈 但是你知道 我知道今天都改不掉 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 我还是有那种距离感 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小时候 那明星 我跟他们不是一回事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会这样感觉 所以我也刚开始 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碰上哪一个 我喜欢的某一个明星啊 我会 谁呀 我会 黄念祥吗 不是 这个不对 我就是我会拿着自己的什么本子 跑去找别人签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会说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份 你现在也是艺人 你是明星 你让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 那是成何体统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 但我在我的心里面 我会觉得蛮正常的 我也是正常人 我也有我自己心里面 喜欢的或者欣赏的 艺人明星啊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挺尴尬的 后来也会觉得 我会犹豫很久 我想到底是找他签 还是不签 签还是不签 你还会犹豫这个 对对对 我会考虑很久 因为老是有人告诉我 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啊 但是你没意识到 你自己现在可能比他还火吗 我没这种意识 其实对我来说 就像我们这一帮超女 大家都说我们很幸运 其实我们也觉得我们很幸运 就通过比赛很快的时间成名 就跳过了很多艺人 辛苦那么多年 做很多的准备 然后慢慢的累积人气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直接比赛一完了 喜欢唱歌好 马上就可以发唱片 然后还有这么多人 来买你的唱片来支持你 但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虽然说看这个比赛的人 已经很多了 但其实还有更多的人 没有看到这个比赛 很多人在对你 你没有说让他觉得 没有征服到别人的作品 没有有实力的东西来说话的话 很多人会想 这个人不就是比赛出名了吗 然后怎么怎么样 会其实还反而会有更多的人 对我们有很多怀疑 这反而是一种不幸 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们现在既然说 有了幸运的这一部分 到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有好的作品出来 来证实 来改变自己不幸的那一面 我们并不是说通过比赛就出来了 我们要有能够让大家觉得 我们是不是说真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幸运 幸运有一部分 但不是全部 是是是这个以后的路怎么走 你像现在也有些人担心你们都都为你们的以后着想 说是往往这个暴德大名 李玉跳龙门 反而会引起很多人的 对说你以后 按照一个规律说会不会也会很快的就会消逝 就是火一下就很快消逝 你有没有这种担心呢 对将来 就认为自己 我不会 怎么讲 其实我从我比赛完了之后 不是立刻签公司就作为艺人 我回程度待了大概一个月吧 好好的想了想 一个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我能不能接受 或者说如果我回以前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我有想过 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充分的体会到 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我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那段时间我心里其实很害怕的 怎么连门都不敢出呢 因为到哪里都有人认识我 我会觉得有一种尴尬的感觉 因为我很不习惯一堆人看着我 就是也不做什么 就看着我 然后就对我议论纷纷 不知道我也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 就说那个人是张连颖 说了一大堆 但是我不知道他说我什么 我就会觉得心里面怪怪的 对跟熊猫比较像 在中国确实有这问题 怎么讲 我觉得因为在好莱坞 你不会觉得有这么严重 因为大街上经常看见大明星在那光着脚 光着脚在那散步溜达 穿着大裤衩 大背心 顶尖的明星 都在那商店里买 我在那我经常看他们在他们常去的那种露天的那种酒吧 就大马路边上 当然有保安了 保安他们的保镖都站着很远 马路对面什么的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也没有人看他也没 因为那个可能还是跟跟这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我记得这个陈丹青老师嘛 他写的这个书里讲到他自己 他是一种性格 但是后来我想啊 也许这是一种挺普遍的性格 就是他说 就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啊 就是被很多人关注啊 是一件挺羞耻的事情 就挺害羞的事情 并不是说羞耻或者是害羞 因为我非常不习惯 我可能自己的性格 我不大喜欢去关心别人的事情 我也不会老拿别人的事情 不停的说不停的说 我就会觉得别人这样说 我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对 就是一种不舒服 我跟你讲 有一回在深圳 我爸爸就跟我发脾气 就是因为我跟他一起去一家商店 然后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 他就是像你说 他故意他就在你耳边 其实我倒希望你大大方方来打招呼 对对对 你要么就直接过来说 你要么就在我耳边 两个人说 那是豆温涛吗 那不是 我跟你打赌 就打赌十块钱 对对对 然后我两个月以前 也碰上过这个 到一个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则是看到一个蛋糕房 我就进去买了一些面包 准备第二天早上吃的 然后那个女孩 有一个女孩 他就跟那个经理说 哎 那个是张燕颖吧 不是 他说 肯定是 然后那个经理说 我戴上眼镜 对不起 我戴上眼镜 我戴上眼镜看 我觉得还是不是 肯定不是 然后他就 那个女孩就问我 那个朋友 当时有另外一个朋友 跟我一起去的 然后就问那个女孩说 那个是不是张燕颖 然后他就点了点头 但是跟他说不要说 然后那个女孩说 他们之前说的是 然后那个女孩 马上就转过去说 那个人肯定是张燕颖 要不我跟你打赌 赌博活都要讲 没有 他是我这个朋友 告诉他了之后 他说我跟你打赌 赌一个大蛋糕 那次就说好啊 然后再来 我那个朋友就说 你告诉他是不是 那时候我已经走了 我是把东西 全部装到口袋里 交给我那个朋友 然后我就直接走了 我通常买东西 可能我都不敢在那结账 因为排队老多的人 所以我都是直接把东西 我要选的东西 放在那里 我就走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就说起 我当时碰见这种赌博活动 在我耳边进行的时候 我就是选择了不理嘛 因为他也不跟你打招呼嘛 我就走 但是我爸爸那种老传统啊 他不跟 他说你怎么不理他 那是你的观众 我说像整天都碰见这样的事情啊 他说我不管那么多 只要我在你身边 我再看你这样 我当时就大耳瓜的抽你 他说我不能有这样的儿子 我就印象特别深 你妈呢 是不是也是 我妈可能有一点心理阴影了 你妈有什么心理阴影 就有一次我妈带我表弟去学校报到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 反正有两个学生嘛 就认出他 就问他啊 你是不是这样让你的妈妈 连妈都认识了 这火到什么程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妈她当时也不知道 她说是啊 有什么事啊 她说啊 你给我一个亮影的签名照 或者是什么什么 当时我妈说 她身上没有 没办法 她说算了 我妈就走嘛 然后那两个学生就一直跟着我妈 走到车站 然后上公车 下公车 走很久 那然后我妈说 我真的没有那个 就是亮影的照片什么的 要不我给你签一个吧 要不你给我签一个名 真的 真的就跟我妈说 要不你给我签一个名 我妈说 我是签我的 还是签他的呢 这都不合适啊 就签张亮影的妈 对好 我一直挺好奇啊 你们会不会心里啊 这个恩义的负担费 什么意思 比如完全是选出来的 那么多良粉 我平常看见这超女在博客 在哪 时时刻刻都得想到自己的良粉 所以很多时候 刚开始我其实很多事情我都 其实我是一种稍微有一点点倔的人 有些事情我不大能接受 但后来我想 我现在既然做艺人了 我如果做的不够好的话 他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会想到更多 包括我现在 以前很多 我可能穿衣服会比较随便一点 所以我现在也在慢慢的学习 让自己 像那么回事 就是稍微的显眼一点 或者直接说鲜艳一点 对对对 因为以前我特 经常就穿黑色 蓝色 灰色 或者就是白色 就比较素的颜色的 还是很朴实的 你孩子 也不是就是习惯了 就是在一堆朋友 或者一堆人群里面 都不是很鲜艳的 那种